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基本上我的這個presentation只能算是讀書新的 有一些是我過去很久以前做的事情,我稍微報告一下 跟剛剛林老師精彩的研究是不能相提並論 那我今天想要談的問題 LHS是Learning Health Care System 它會有一些倫理上的議題 過去我都常常提出議題,可是都不大談說 都說這個有這個問題,那個有那個問題 可是很少去說我們有沒有辦法另外用一些資訊技術 或者其他的方法來幫助減緩、減低 或是解決一些問題 那我今天覺得應該要做一個比較正面的人 所以就來報告一下,我認為說不定有些事情是可以幫得上的 難免就是要談一下這個Big Data很快的帶過去 重點的四個V大家都看過了 這個時代實際上是 現在大概有三個東西的發展 一個是資料量,資料的這個availability增加 第二個是這個演算法的這個進步 尤其是Deep Learning的這個方法 那當然這不是新的方法 那可是他現在能夠計算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要慢慢的進入叫做 Exa Scale Computing 它的意思就是10的18次方 就是每秒可以做10的18次方的浮點數的運算 你就想成可以做10的18次方乘法 乘法大概是一個很基本的運算 可以做這麼多次 那大概是多少次呢? 大概就是100萬個Tera 或是1Giga的Giga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那為什麼會特別把這個Scale講出來呢? 是因為 一般認為這樣的計算能量 差不多可以逼近人類的計算能量 所以有一個比較fancy的詞 叫做Singular Point 現在預測的時間點呢 就是在2000 2021年左右 2020年到22年之間 可能我們就會有這樣的computing的 單一的一個super computer 就有這樣的capacity 所以這整件事情 讓大家非常exciting 我想各位如果看報紙的話 常常會看到這個AI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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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大家都很開心 那當然有些confusion 因為難免有些人就是比較誇大 或者是媒體有時候會講的是超過 現在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當然也會產生一些concerns 那我今天就稍微很簡單brief 談一下concerns 然後把一些我覺得好像扯得上的資訊技術 跟各位做個非常簡單的介紹 所以這個concerns 那我大概都把 我說是讀書報告嘛 所以我把我讀的書就寫在那個底下 當然也有很大的機率 有些我讀錯了 不過各位有興趣就可以去讀 所以這些黑色的字就從那邊摘出來了 所以大概有幾個 一個是in-form consent,privacy,ownership 然後這個apst,knowledge跟objective 這個基本上就在談 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說 big data產生的那些結果 那些machine learning的結果 從知識論的角度 怎麼樣確認它是真的是valid 然後因為這個很重要 是因為這些產生出來的knowledge 會用來做decision 這些decision對那個data的 對於這個被做決策的人 被做決定的人可能會產生影響 那big data divide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 那這邊紅色的部分就是我覺得好像 也不見得是IT 就我覺得好像我學過的東西裡面 可以幫得上點忙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每一個這個技術或者是做的事情 跟各位分享 那這slide 所以我不會把整個slide講完 那有些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 稍微介紹一下這篇paper 這篇paper很有意思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有這個學者決定去了解一下 這個big data的ethical concern 在literature裡面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就去search了很多的literature 然後用人力去identify 有沒有提到跟大量巨量資料研究相關的倫理議題 就是把它句子都摘出來 所以他就摘出了很多個句子 然後他接下來就是把這些句子去分群 所以他不是分類他是分群 分群的意思呢就是其實我只是把覺得相似的東西把丟在一起 所以他分一分分一分以後呢 然後他再去把每一個群給他一個名稱 所以剛剛講的privacy in from concern 他很明顯的呢 是一個 是會變成一個類別 所以他一開始沒有類別 後來就分好了之後去給他一些類別 那這些呢 這個有意思的是 這個就是他認為未來可能要好好想一想 尤其在一個社會裡面可能要有一些debate 或者要有一些討論的事情 那這個我就不細說了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也講不太清楚 那所以我就直接跳到所謂的informed concern informed concern 我覺得主要就是一個尊重 所以最核心就是尊重 講簡單一點就是你要用某的東西 好歹跟我講一聲 問我一聲看我同不同意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這個程序裡面 你希望能夠增加互信 那提升透明度 也就是說這些事情是你要做研究 你不要躲在實驗室裡面偷偷的做 而是你需要對某些人有影響 他是知道你要做這個實驗 那過去現在的IRB 大部分省的案子 大部分都是就是有一個單一的研究 那他有一個hypothesis 他要去collect data 去verify 去validate 或是應該是去refuse他的hypothesis 科學上實際上是去refuse他的hypothesis 如果你沒有辦法refuse 你說我們對他的hypothesis的信心又增加了 所以過去的情境大部分都長這個樣子就是說 所以我們在IRB審查的時候就會問說要study什麼 你的題目是什麼 然後我就看說你的手段有跟這個題目符不符合 可不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研究設計合不合宜 對個人的傷害有沒有符合比例等等這些問題 但是在big data的時代 就是我們常常遇到問題 他基本上就不知道就有一大堆data 其實我根本就還沒有hypothesis 我可能要經過搜尋這些data 去產生我的hypothesis 那這時候你要去跟這個使用者 跟這個subject講的時候就有點困難 那IRB要省的時候 你說你要給我一個比較確定的hypothesis 實際上是沒有 所以我有一個meta的hypothesis 是說我想從這個 從這個整個data裡面去找到一些有趣的hypothesis 然後做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Hopefully 有一些indication 然後可以產生一些觀察 所以這邊就有multiple的researchers 因為那個data可能有很多人可以用 會有multiple的projects 然後從data set的角度 他實際上是好像勾引 那當然這些研究的源起 大概都在biobank biobank你把他想成data的話 biobank經過某種處理之後 其實全部都是data 因為他檢體會去做一些檢測 做一些sequencing 做什麼什麼一大堆的事情之後 全部都是digital的data 所以他實際上也就是data 那biobank就遇到這個問題 就怎麼樣去得到concent 當初怎麼去跟那個 這個善良善的捐這個簡體的人 說你接下來會怎麼用 那現在大概就有各式各樣 各種提出來的concent 一個叫blanket consent 就是說其實我就跟你解釋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未來 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研究 那我們會有一個 有個committee幫你去注意這件事情 那你不會同意 我們可以只要他任何的同意 只要那個committee同意的這個研究 你是不是就讓他們用你的資料 或是用你的簡體 這個大概叫做blanket consent 就是同胞式的 另外一種叫做broke consent 我的理解是說 他可能會稍微限縮一點 可是他其實範圍也非常廣 相對於幫以前的那種concent 只問你說這個study你同不同意 是比較寬的 是比較proconcent 後來也有人提出meta consent 意思是說 那你現在同意我的是說 我以後是不是可以去 有些事情可以去問你 就是再得到你的concent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叫做dynamic consent 簡單的講呢 就是善用這個資訊 現在的這個人跟機器的interface 我們講最簡單最容易理解 就是一個web browser 這個web browser的這個彈性 和它的這個方便性呢 可以讓我們要去取得 還有這個internet infrastructure 所以我們要取得concent的成本 跟你要跟這個個人要付出的代價都會降低很多 我等一下會稍微再談一下下 那所以核心概念是 我們要從one time的interaction 變成是ongoing的engagement 那這個其實 剛剛那個林老師的這個演講 我就覺得非常受到鼓舞 其實如果我們把這個concent 當作整個communication的一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 是要跟general public做communication 所以我們會得到 第一個他的知識也會提升 第二個當他的資料 或是他的簡體被使用的時候 他是完全了解 或者說他比較了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再進一步的 就會push到所謂的叫做pation oriented 或者是這個citizen scientist 就是說像這個 有很多patients他是有非常強的incentive 希望某些研究要去能夠發生 所以對他來說把他的簡體拿去用 根本就不是issue 所以有些人可能因為他的親人過世 某一種疾病過世 他可能會set up一個foundation 那這個foundation會去捐錢 去做一些研究 這個其實就很像 那當然是非常有錢的citizen 未來說不定是不是 不要那麼有錢的citizen 也有機會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dynamic consent 如果你把它稍微generalize一下 這是一個engagement 那這樣的話 很多事情就有可能發生 用稍微想像一下 就會覺得有可能會發生 當然這個提出來以後一定會有一些批評嘛 所以第一個我常聽到有人問我說 這不煩死了 整天來問我 不是這個意思 dynamic consent的意思是 其實你還是有很大的控制權 例如說你想要給一個blanket consent 那你在initial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一個blanket consent 就再也不會來煩你 那如果你要再做比較細的分別 你可以想像一個web page是hierarchy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願意 所以隨便 只要經過那個committee 你要做什麼研究都可以 你勾了那個以後 從那個勾打勾到你改變之前 那你的簡體或者你的資料就可以給 只要經過大概都叫egc 叫做ethic governance committee 他們同意了之後就可以用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說 那我對某些東西我比較保留 那我不想做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hierarchy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你會表達這個我同意 這種的我同意 另外一種的我不同意 還有一種的你就來問我 所以概念是 不是說每一件事情 因為這樣子說我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問你 你可以在事先就表達說 某種情境我是已經事先同意了 那這至少有個好處就是當你因為時空的改變 你的想法變的時候 你還可以回來再一次表達你的意見 過去的話是one time 現在的話你就是one time 說ok了就從此沒有關係了 就沒有engagement 沒有engagement 所以這個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想要 還是要強調的 實際上真正的這個核心的這個概念 是在I'm going the engagement 那得到concent只是engagement的一種 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會有更各式各樣的engagement 那這樣的concent會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在很多的這個文獻裡面都談到 commercial跟research 那這對民眾 我聽到的訊息就是分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態度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也可以請他回答這個commercial的concent 那他可能會說就來問我 或是說一概不準 那這個未來這種commercial的應用就比較有可能 現在其實非常困難 那這個州很大 所以確實有很大的壓力 那我就進到下一題叫privacy 那我這邊只想講一個重點 就是privacy並不是我有很多的秘密 所以我不想讓人家知道這麼簡單 其實核心概念不是這個 核心概念是control 那簡單的講就是 其實我們對我們的身體有一個要自己控制的權利 那我們大概都會有一個空間是 我們不希望人家進來 甚至於不要touch到我身體 我就覺得不舒服 那就是我要對我自己的身體有一些control 那在這個internet的時代 實際上你的網路上的data就define了你 所以那些data應該你要能夠control 很多data 有關你的data 大部分人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你 它往往都是透過你的data 去對你某種程度的了解 所以in-of-way 這些data應該要讓你有control 然後當然因為現在有這個巨量資料 所以這些資料有很大的好處 如果要去問你的同意太貴了 所以就有一種tendency 就覺得說那就為了公益就可以用 那為了公益這件事情就很麻煩 何老師是專家 所以你們以後可以問他公益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回答 那 所以我這邊想要講的呢 就是當時在privacy 就很容易去講到這個技術的概念叫去識別化 那我要想要強調的是 去識別化跟資料的可用性 它是兩個競爭的關係 去識別化越強 就是能夠被識別出來的機率越低 那可以用的機會就 那個資料的含金量就越低 所以不能只問說可不可以去識別化 你得要告訴我 你想要的含金量是多少 那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 到含金量這個 去識別化低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我們認為都跟個人無關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那在學術上根本就沒有solution 所以我這邊就想要強調 去識別化作為保護機制是非常好 可是作為司法性的唯一條件 就需要非常謹慎的為之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邊主要就在講說 其實對於各自的保護 可能有不同的國家社會 有不同的站的位置 那歐盟當然現在最上非常紅的 叫做GDPR 我們國家也去談了 看可不可以被 我不知道那個詞叫什麼 好像被confirm 反正就是說我們國家 一直符合這些要求 那另外一邊當然 在西方喜歡拿中國來比 所以你就想像這邊有一個點 是中國對於各自的態度 這邊有一個點是歐盟對各自的態度 那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台灣是不是應該決定 在目前我們要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是在under一個非常強烈的 這個力量 就是我們要拼AI的狀況下 要去做這個決定 那我非常擔心的就是 我們在非常rush的情況下 完全沒有什麼太多的溝通的情況下 又做了一個決定 那這個是我非常擔心 那各位應該非常清楚的感受到 那個AI的那個力量 而且台灣不斷地說 我們已經錯失了ABC 現在是AI我們要加油 這個是我覺得我有一點點擔心的 那這個講到隱私的話 當然我也必須要馬上強調 因為不然我又被說成 社會的價值 價值裡面不只有隱私嗎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公益 剛剛也講到公平 還有效率 對不對 像要reconcent 如果效率實在太低 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這邊其實是很複雜 那我覺得重點是 要有engagement 應該講說 還回到就是要有跟citizen的engagement 我覺得我們的engagement是 我個人覺得是不夠 那接下來講的是我比較專長的 就是去世別的話 因為時間也不多 所以我講得快一點 那去世別的講就是說 採取一座合理的步驟 所以它去世別的話是一個process 然後做了以後 主體之間的關聯就不見了 然後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那個process做出來的主體關聯 不見那個無關的程度 是有個程度關係 而不是說保證無關 保證無關我不知道 第一個我不會保證 第二個要是有誰能夠保證的話 我想問他的問題是 他願意賭的是什麼 他願意如果賭100塊錢 200塊錢我覺得OK 因為他說我把我頭跟你賭 那我覺得他頭的價值就會很低 因為很風險很大 那這話不是我說的 因為就是這個 這個是2014年的時候 美國的科技顧問的一個報告 跟歐巴馬的報告 他就談Big Data and Privacy The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那我這邊要highlight的是說 這個看起來很容易implement 可是呢 increasingly easy to defeat increasingly easy to defeat 原因就是因為 越來越多新的方法 可以做re-identification re-identification的這個technic跟做資料分析的technic 基本上是就是兄弟 非常非常接近 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 我們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去找分一些類 某一些類有些特別的特徵 那個類分到很細的時候就變成個人 所以那個continuity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未來的這個技術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風險就越來越高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我們要去做de-identification 如果有人他有很多extra的information的時候 他很可能去做re-identification 那這個在這個文獻上已經有證明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 例如說你有些個資像在facebook上 如果我真的follow你的話 我大概 我可以知道很多人今天大概吃了多少卡洛麗 因為他就一直照一直照 然後我看到他旁邊四個人 然後他看起來是吃了比較多的 然後我除以三分之一 我大概就算出來說 那他大概吃了多少卡 那所以他有很多extra information 這樣的話很難處理 那因為我已經被 已經沒時間了 所以 那 那稍微廣告一下 實際上 您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2013年我們就propose了一個系統 可以做de-identification 然後呢 我要強調的是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東西 有一些事情我們不會做 我們就把它通通塞到這裡 就是說組織應該要去決定 組織應該要去決定很多事情 例如說去識別化程度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接受的 我怎麼知道 我可以給你一個measurement measurement 我define一個measurement 可是 到底什麼程度是你可以接受的 I don't know 那這個呢 再 這個我就跳過去 然後我就講去識別化認證在台灣 現在有 我要強調的是 它是認證過程 而不是去說 它認證完以後 去識別化的程度就ok了 是過程 所以一定要去識別化過程認證 那 它的困難點在這裡 這個紅字 這些這些 就是我剛剛畫的那個圈圈 我們當年就知道自己不會做 全部lite給組織 那現在還是一樣啊 這些全部都是你組織要去決定的 而不是 那個認證幫你說這個ok 那現在我們剛剛講到的問題 不能當作這個 釋法性唯一的 這個要謹慎的原因 就是因為誰來決定 誰來決定這些 如果我們國家要決定什麼樣的程度 就不是擱之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組織來決定啊 是誰 那把它叫出來 我們來好好討論 現在不知道 好 那這個 我今天 後面的我想 我中文還可以 如果您看了 覺得有問題 隨時來指教 這張我講一下下 這個是我們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這個資料 資料科學的人覺得資料越多越好 可是在醫學上 資料是有成本 尤其是你多抽一管血 其實就那個人就得多給你抽一管血 所以那個是很有趣的一個關係 就是我們在談資料科學的時候 就說越多越好我就可以分析 可是在醫療的實務上面 多一個資料 都是有 大部分都要 就要那個subject付出代價 所以這邊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或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的問題 我們發現這個是資料整合的困難 可是我們覺得 當你資料整合困難的時候 實際上正好提供了你三個不同的experiment 去問說什麼樣的資料就夠了 不要再多了 這是我們自己提出來 當然還沒有任何的publication 所以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小小的心得 我認為這整件事情是審慎樂觀 只要我們夠審慎 未來應該是樂觀的 好 那有關那個知識論的 我實在是沒時間解釋 可是我覺得那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義 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夠一起關心 謝謝